这两天台湾岛内在炒一个大新闻 四个大字美军来了 还在点两个感叹号 一批美军海军陆战队的人员抵达台湾 要教台军训练了 之后台湾岛内就一片欢腾 其实这种炒作正好反映出来台湾当局 心里真的非常的焦虑 急需给自己壮胆 从目前公布的消息来看 美军要在台湾进行四周的演练 而台湾当局说的是 他们的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作战能力 我觉得台湾这帮草莓兵 的确是需要人给他指导指导了 他们应该好好地学习一下 怎么样不在训练中死亡 还记得上次吗 1.5米的水深就淹死两个人 那不就是台湾所谓的海军陆战队吗 今年台湾军方在完全没有战斗行动的情况下 都死了15个人 你美国爷爹再不过来教教你们 这还怎么开战 还没开战自己嘎都死绝了 看见了吗 台湾这部队是震猛 拿着刀威胁你 你再过来 你再过来 过来我自己又磨脖子 这台湾军方那可真是 猫坑里的大分区 他是死里求胜 大家好 我是嘲讽之王 雷哥 在台湾局势持续紧张的当下 美台之间军事方面有所互动 原本就足够敏感了 如今又要交授作战 这简直就有点不太寻常 甚至台湾的媒体还炒作 这是台军首次公开台美军队合作训练 有些台媒提到了今年7月份 在台湾演习时事故导致三死一伤的自家丑闻 似乎要显示这个作战急需要美军教导 这批受邀访台的美军实际上10月25日就已经到了 已经完成了14天的隔离 按照台军的说法 这次是例行性的美军军事交流合作项目 其实美军每年都要到台湾去 毕竟台湾人买了这么多的二手武器 你得给人家提供售后服务 教教人家到底怎么用 要不凭着台湾草莓军的送子儿那么大的脑汁 回头自己琢磨琢磨 给你蘑菇蘑菇蘑菇蘑啷 一下都给整砸了 再死几口子那都背不住的事 不过这次美军海军陆战队到台湾 台湾方面表现的异常的高调 那意思就是对外高调的宣布 我由野铁罩着呢 台湾方面这次吹的牛逼信息量可不小 一方面是公开证实了 美军来台军事交流一直都存在 而且不止一两次了 再加上一口气透露出这么多的绝密本身 就已经很难掩盖台军方面要洋溢出的这种兴奋 在被窝里都要笑出声了 对于这个消息 岛内也有人表示忧虑 美军在台湾这件事情 平时台美的双方都是全权否认这种事情的存在 台湾相关人士也表示 蔡英文当局急着公布 完全是走夜路吹哨壮胆 毕竟台湾之前把拜登说的一文不值疯狂的抹黑 而现在他们高调的宣传美军来了 主要是为了安抚台湾民众 因为不少台湾人认为特朗普落败 台湾就真正危险了 人心惶惶了 所以现在看台湾方面公布的这个消息 就想要转移台湾社会 对于前些日子蔡英文压错保的舆论攻势 这台湾当局真的是贱 那可真是一分钱卖银是见刀架了 真的是美国野爹的看门好狗 看到主人来了就开心的咬尾巴 那可真是省完孩子放狗物 那可真是狗娘养的 民进党当局高调的欢迎美军到达台湾 再次推高两岸陷入紧张局势 美国政府又可以借机又卖你武器了 到时候真正倒霉的可是台湾的普通民众 其实在之前台湾媒体称 每年台湾的汉光演习都会有美军观摩驻台 台军跟美军之间的训练是从来就没停过 这个公开的秘密给放到台面上了 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因为美军一则部队形象片中出现了跟台军有关人员 直接被人发现了 这次高调的宣布也就说明了 台湾当局被解放军每天军机绕台搞的是非常的焦虑 急忙对大陆就放信号说美国野爹会救台湾 另一方面台湾特别害怕的是随着特朗普连任失败 他们很怕自己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特朗普是商人出身 在他眼里民进党就是个提款机而已 卖点武器就可以换回大量的美钞 而美国民主党上台之后一定会继续延续奥巴马时期的政策 也就是重返亚洲 在这种局势之下 美台军售可能被降级走回到台湾关系法条文中 所谓的防御性武器的范畴 但是所谓的防御性武器界定是非常的模糊的 完全看美国政府做出什么样的政治动机 而台湾在这方面完全没有话语权 他们对于美国就两种反应 掏钱和劈腿 而美国方面时不时掏出台湾省恶心一下中国 的确是让人讨厌 再加上民进党天天对着美国劈腿 的确是让人恶心 这不11月8号 蔡赛子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这个时候蔡赛子为了两边都不得罪 于是她先转发了 今年1月份拜登祝贺他连任的推文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话 简直就是把这拍马屁运用到极致了 我就怀疑蔡英文下面有一个团队专门研究如何拍马屁的 不仅蔡英文 当天绿营里面是集体跟拜登套近乎 台湾的断交部也发推文祝贺拜登 然后又拿出那套洗脑的玩意儿在自由民主人权等共享价值观上与美国深化双边友好关系 我念这段话的时候我都要吐了 真恶心 台湾有一个亲律的组织叫台民意基金会 他的董事长就说了一段话是比较精准的 他说很担忧 他说拜登当选对于台湾来说应该是一个灾难 他宣称奥巴马时期的任何一个政策都是轻视台湾的 而拜登当时是他的副手 他肯定不会遵循特朗普政府对于当前台海的政策 如果真打起来美军会派出同等规模的军舰和战机来帮助台湾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他说的这段话咱们看出来一个事 台湾对于美国来说它不是核心利益 但是台湾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如果爆发战争战斗意志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人是有底线的 愿意为这件事做出牺牲 而美国他们会愿意为台湾牺牲吗 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情 把台湾牺牲掉而已 而蔡英文当局这边也要做出牺牲了 他们是把台湾老百姓直接给豁出去了 把这些武器藏在市场里 立交桥里 民房里面 你就看他做这些事 却得带拐腕 就在昨天还有一个消息 蔡英文政府承认进口含有瘦肉精的猪肉 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哎呦我的天 这是见上天际了 我真没想到啊 蔡英文当时为了给川普助选 那真是没有底线了 结果川普输了 哎 这蔡英文真的是头子 靠谁 谁下台 太准了 绝对的反指之王啊 川普输了 拜登上台 这一个大嘴巴子 给蔡英文抽一个反身三周半 从这个情况看 我们绝对不能对拜登政府抱任何的幻想 虽然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更趋于理性 但是我们的底线绝对不能编 应该继续对台湾采取高压的态势 我其实最期待的是穷台的政策赶快出来 从现在的情况看 武统台湾啊不叫一个声 现在解放军作战能力放眼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台湾是个大号的精神病院啊 这点你可别忘了 打下来容易 治理起来可就有点难度了 不过这话说回来 中央经过香港这次事件 肯定心里已经明明白白的 也给台湾以后的治理做足了经验 其实国运这事 如果他来了 你躲也躲不过去 十年前如果台湾主动回归 那可真要弄一堆祖宗回来供着 现在可好了 以后给你来个一锅断就完事了 后面咱就看吧 好戏有的是呢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 如果您喜欢哪个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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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盖